我們追逐夢想 自信是為了去吧 一顧歌手李文 因為國籍問題 五元禍班金曲獎特別貢獻獎 但為了緬懷金曲獎特別 安排演出橋段 請來李文多年好友王力宏獻唱 卻引爆網友不滿 有時候最近發生的是 你們甚至比我知道的 更多 我做過什麼 我自己也是開心才知道的 先前才挺過《混變風波》 直到13號金曲獎公布表演嘉賓時 不少網友表示 以外遇者來向疑似因外遇 而悲傷離世的人致敬 真的很諷刺 主持人是黃子嬌跟NONO 對吧 那表演引言人會請李敬蕾嗎 相關話題爭議不斷延燒 事實上王力宏和李文結識30年 交情不在話下 當時李文奏事 他也在社群發長文 痛別摯友 對於接到邀約 王力宏也坦言 心情非常複雜 希望透過演出 讓大家再次感受李文對音樂的 無限熱情 不過這次網友們卻不買單 爭議延燒兩天 歌迷吵不停 甚至要求換人 李文的二姐則無奈回覆 怎麼還在鬧 並表示沒有資格去評論 家人都是本著感恩的心 如今只希望風波盡快平息 三七五零雜貝華臺報道